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走遍世界各地去光上 我们现在就过金沙江大桥了 之后呢沿着215国道进入港拓隧道 等我们出了隧道呢就到四川甘孜的格格县了 很神奇吧 没有烦恼没有的悲伤 自由自在 心心多开朗 我们现在到了著名的雀儿山隧道了 每件隧道之前的雀儿山是川藏的第一县 全县鬼门关 是一个超级大工程 非常非常难事工 只能说我们中国基建真的很名 我们从雪山隧道下来了 7公里 我有点高反了 刚才这个镜头挺好看的 雪山下面的房车 我们继续出发 你好点了吗 好点了 忘掉痛苦 忘掉那悲伤 我们一起去乘着流浪 咱们看一下四川甘孜的油价 零号柴油 7块6毛8 上一站还是8块2毛8 饼干也不鼓包了 还是鼓包呢 就是没有那么鼓了 是吧 挺有意思 我们到四川了就开始阴天下雨了 绿色呢也变成了浅绿色 我们路过一处好看的景色 把车顶到这儿 身后就是雪山 看看对面 哇 我们走到近前 大家来看一看 上面写的都是藏文 对 这边有好多座 雪莉姿塔 我们要去的地方 在上面是叫大金寺 藏旅的简称就叫兴旺寺 我们具体的这个位置 就是在四川的甘孜州 甘孜县 只是道路317的道路旁 对面的雪山也很震 大鸿门我们进来了 大金寺呢 属于藏传佛教 格鲁派的寺院 在这儿 我们其实走的 这个317的路线呢 像是藏族 它有分化成 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种族 比方说家荣 然后 我的姿势比较短见 我就知道个家荣 还有其他的很多 也属于藏族 只不过他们有分类的 诶 星哥 你说这些藏房子 是不是给寺庙的商人住的 可能是 住户非常少 车也非常少 但是房子都很漂亮 统一的格局 统一的颜色 里面有人住的 这海拔有3500米 好累啊 找我去 问一下 您好 这个是大金寺吗 谢谢 我们到这门了 刚才呢 我们问过这边的僧人了 是可以参观的 有很多这种图腾啊 从这儿侧门 停下里边再敲锣 好像在念经 到这里 我们到了 这个楼梯好窄啊 去 在这里 这边有很多藏人 看不开 これは 这个 这个 就去神殿了 可能是在做小事 那边点着蜡灯 这是他们僧人的包包 好可爱啊 红色的 黄色的 这种三个颜色 雪山 这景色啊 不用多说 大家一定要来看一看 叫大景色 其实317的这段路呢 让文化很浓厚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看一看 这世界 并非那么寂寥 像车了 这怎么美景不断啊 我听到马铃铛了 你看 大家看一看 这边有河水了 那边有马匹 这可不是什么景区啊 太美了这儿 小马银 哇 你想喊一嗓子吗 哟哟 哟哟 好了呀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望一望 这世界 还是一片的光亮 我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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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看